字幕志全 李宗盛 這不是啦 他是一姐 一定要支持他 一定 一定輸贏 很厲害 勉強 很振奮人心,非常好,代表我们香港的精神 最后还是停满去绝,他不是文武双全 当然肯定是很激动,拿来以后就觉得 然后打电话给姜妈,就哭了感动 这个逆转,我觉得是不是香港是这块土地上前在保护人 那种敏感那个点位到了,他能抓住了 我相信他当时的脑袋就想着这一件怎么弄 我怎么抓住这一刻的时机 整个感觉,我这个步法怎么跳动 随着大脑,那种专注,该干嘛就干嘛去做 认识他的时候应该是十岁吧 他的感觉是手特长,然后呢,还有灵性,灵气 然后反应是学习接受的程度很快 他也是觉得是个很自律啊,非常自律的 他每天就四五点啊,五六点这样子 包括在奥运也是这个点起来的 然后干嘛干嘛,读书啊,温习啊,或者练剑啊这样子 他都是这样子,我觉得不是地球人,真的是 他那种能量,那种能力,那种自律 各方面的真的是,我真的挺佩服 当时我估计,顶多是一千人之内吧,练几件的 那现在就一个小小的学队比赛都几千人 你现在能够的奥运金牌是,在香港那么小一个地方 他整体上很多很多的资源上,包括建管啊,比赛啊,器材 都都都都会得到不一样的很大的改善嘛 到现在你看,你打开电视都是新闻,都是嘉明慧 未来期间的方向肯定很好,因为毕竟拿了两块钱来期间 今年呢,我们奥运呢,会有四个代表去打奥运 那所以呢,其实呢,都会有很多学生在做一些查询 还有那个查询的那个人数呢,都是会多了几倍以上的 那我相信呢,今次光文慧拿这个奥运金牌之后呢 是会令到你更加的人数,更加会急升的 他拿到冠军,那就是自己都很想,好像他那样,就是站在舞台上面 更让我去,喜欢这个运动,因为可以看到,作为一个香港人 看到一个香港的代表,可以在一个奥运这个那么高的一个 运动体坛里面,可以拿到这个金牌,绝对是一份,一份光荣 那作为一个环极尖的人来说,我觉得是很自豪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